如果要选出今年NBA季后赛的关键先胜 丹佛金块的Jamal Murray肯定是大日门 他已经不止一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帮助尽快赢下比赛 系列赛对决式的第五战 尽快在第三节出段一度落后多达15分 主教练Mike Malone马上叫了一个暂停 随后尽快启动了追分模式 Tory Craig和Paul Millsap连续得分 把比分缩小成9分差 借着Murray手感升温连得9分 最夸张还是这一季腾空360度转胜方金2分 让尽快追成82比84 最后三分多钟 又是Murray跳出来接管比赛 他再次个人读取9分 而且都是1-on-1单打 Donovan Mitchell挡不住Murray 换成Rice O'Neill 结果还是一样 Murray的大心脏表现并非昙花一现 系列赛第一战也是靠他关键时刻爆发 尽快才通过延长赛险胜绝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Murray投进的关键球 大部分都是中距离跳投 在这个大三分时代 数据分析说中距离已死 但其实只要把它做到极致 中距离跳投也可以是致命的武器 根据统计 今年的季后赛 Murray在15分钟的关键时刻里 目前是以32分领跑联盟 命中率高达70.6% 三分球八投七中 另外还有五次助攻 没有任何失误 按照NBA的定义 关键时刻是指比赛最后五分钟 分叉在五分以内 如此看来 Murray称为关键先生 应该是合情合理吧 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内容 请帮我按个喜欢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咯 好吧 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